实际上刚才您在提到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我也特别想到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解放军在东南沿海 也是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的 我们想让您看一个图 这个图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对比的 您看这次我们是红色区域 是演训的区域 而我们专门标出了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你看蓝色区域是当年的演训的区域 这两个有挺大的区别 那您觉得这两个区别主要是在哪 它的突破点又是什么 对 首先一个就是 我们首次离台岛最近的一次演习 第二个就是首次对台岛实施了这样一个合围 如果跟96年相比 我们还有一个首次 我们首次把我们的实弹射击的靶场 设在了这样一个东部 设在这样一个东部 什么意思呢 等于就是对台独势力形成了一个直接的震慑力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8月2号晚上 佩洛西他串访台湾的同时 其实我们军队已经是全程沿阵以待 全程的跟踪 你比如说佩洛西当时的飞机起飞以后 我们全程的进行监控 本来佩洛西的飞机按正常航线是应该直接到达 这个松山机场的 但是佩洛西的这个专机是舍尽求远 绕到了菲律宾的上空 然后再回到松山机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军已经在台湾岛的南部 东南部和巴士海峡部署了我们的海军兵力 同时在东部和北部也部署了我们的军力 对它形成了一个勘质震慑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这次应该说就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过去我们说1996年的时候 我们过去演习的时候 一般都是靠近 你看这个图 靠近我们的沿海地区 这次是整个靠近台湾岛一侧 所以这次也有几个首次 我们这次的演习 包括实弹的火力尸射 也是首次穿越台岛 首次穿越台岛 而且是穿越了台湾的 它的爱国者导弹的密集部署的空域 同时是在美国宙斯顿的眼皮底下 精准打击目标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军队已经解决了 在远海远域看得见 打得准的这样一个问题 反映了我们的武器装备的 这样一个性能的大幅提升 所以如果让您用简短的话来说 这次我们实战演习的意义 您觉得最重大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最重大的意义 第一就是针对美台的勾结 第二是针对台独势力的 这样一个叫嚣 这次佩洛西的串访台湾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恶劣的 这样一个先例 同时也是一个极端的挑衅行动 美国是打着民主的旗号 以民主的名义 却干着损害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所以我们这次的演习 对台独势力和对外部干涉势力 是一个沉重打击 所以你看我们几个突破当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跟过去不一样 就是阻止外部势力的干预 你看看我们的这样一个演习区域和演习科目 就有这样的含义 比如说北部这两个区域 它是靠近冲绳的 那么南部的区域 是可以恶控或者封锁巴士海峡 而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必经之地 这就从一定意义上 恶阻了外部势力对台湾问题的干涉 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势力的干涉势力 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势力的干涉势力